第一個 其實會用到公式大概會有幾個 這邊會比較 會用到的一定是month跟if跟ifl 這裡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請各位呢 這個打開練習檔 點擊這個綜合練習 第一個的話我們先什麼 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因為如果有第一天的話 大家後面就好辦 因為 只要這個天 加一天的話 那就是下一天 加一就對了 一天 所以呢 可以等於 這一天 有沒有 他的上一天加一就可以了 那下一天就有了 OK 那如果我把它向下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 拉到第32列 這邊會出現到31天 因為1月剛好31天 那如果我向右拉的話呢 它會自動 因為向右的話呢 它會參考的就是 本來是參考A欄的 現在是參考B欄 這上面這一個 所以它把這個日期加一天 所以B2加1 那這樣一直往下的話呢 當然 就會一個月的部分呢 就完成 不過會有個問題 就是呢 一百 今年的話 2月只有28天 沒有 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 那3月沒有問題 4月也多一個 多一個那個5月份的東西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有個規則啦 如果我希望喔 如果不同月份的資料要把它 剛剛你幾個方法 比較 不夠聰明的方法 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刪除 可是呢 比較聰明的方法 應該怎麼樣 應該用裡面的公式就可以解決掉 所以你會發現喔 當然不是叫你用delete 所以有什麼方式喔 在這邊公式裡面有什麼方式 可以 讓它知道 其實就是判斷喔 判斷說呢 這怎麼判斷 如果 這個圖神格裡面的資料 假如它跟上一個月份的 這個什麼啦 曼死 月份不同的話 所以這裡會需要有一個函數叫曼死 剛剛有用到喔 曼死就是抓它的月份 如果兩個月份不相同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產生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OK 比如說像這個 兩個月份不相同 那沒有資料的話 那就空的 空的話就delete的掉 不過你會發現delete的掉之後 下面變成會出現問題 這個 因為它上面沒有東西啦 所以它底下就出錯了 OK 好 我們先做第一個 先判斷喔 如果它月份不同的話 好 那我就 不要 產生資料 依是要清楚的意思 那接下來怎麼辦 第一個喔 我們可以用什麼 如果 如果的話就 這個先把它剪下 A2加1先剪下來 然後呢 先找到什麼 if 邏輯 如果什麼呢 如果條件是 假如說 然後我上面這個 這個 儲存格裡面的日期 然後 這個儲存格 A2嘛 然後呢 外面包個month 我抓它這個日期 的 什麼呢 這個月份 月份是幾月 1月 這個地方應該1啦 那 跟我 加了一天之後 一不一樣 也就這個喔 加了一天之後喔 所以喔 我比較一下 複製一下 比較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等於 或者不等於啦 如果等於的話 那你True跟Force喔 跟不等於是剛好顛倒 我用不等於好了 如果不等於什麼呢 這個month 把A2加一天之後 如果它不等於的話 那要做什麼 如果 下一個假設變成2月變3月的話 那這個裡面就變空了 所以空的是這樣 反之的話呢 就是A2加1 一樣喔 剛剛就是A2加1 所以現在還是A2加1 OK好 那程式我們就 公式就寫完了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喔 假如是同一個月份 它完全不會影響 可是呢 如果是不同月份的話 比如說像這邊喔 像又拉 它這個地方喔 欸 就會出現什麼 就是空的 那可是你會發現3月1號OK 但是3月2號 跟3月3號就變成Value錯 為什麼Value錯 因為喔 這個地方呢 它每一個都A2加1是參考上面的儲存格 而得到它的 日期 可是上面居然是空的 那這個當然也是 上面錯 下面跟著錯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前面講過啦 如果假設出現這種Value錯誤 你又不想處理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就很適合用ifal 為什麼 ifal就是 反正錯了 那我就把它刪掉就好 意思是不要給我看到這兩個東西啦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一樣喔 把這個公式減下 再插入那個邏輯裡面的ifal 如果發生錯誤 那一樣把公式貼到這裡 Value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就幫我清空 前面有講過 清空的話呢 那就是兩個雙 然後按確定 好 那基本上我把它向下 向右的話看會不會正確 正確了 所以向右拉到底 自動就完成了 所以最後公式是長這樣 OK 那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喔 把這個地方呢 做所謂的 做邏輯判斷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做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年曆有啦 其實年曆這個已經 好了之後你會發現啦 如果把它改一個 每年的第一天喔 你Enter之後你會發現底下全部跟著改 為什麼 因為 他後面這些東西 是跟著他 那底下這些的話也是跟著他 所以呢 只要他動 全部跟著動 好 可是問題來了 年曆部分的話 應該都還是會把禮拜六 禮拜天 用不一樣的顏色把它劃分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喔 不想塗法煉鋼 比如說禮拜六 禮拜六可能就是 一個什麼呢 一個 深綠色的字 然後呢 淺綠色的底 淺綠色的底 OK 一個嘛 然後禮拜天的話就是 紅色字 黃色底好了 等一下 那這樣底下怎麼辦 禮拜六 禮拜天 難不成用這個嗎 複製格式再慢慢複製嗎 這樣要做五十一 五十一次 那如果假設啦 我希望能夠快速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該怎麼做 那當然有幾個方法啦 你可以用什麼 格式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有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這邊 可以新增規則 另外的話呢 乾脆就寫VBA算了 我是建議剛才寫VBA算了 可是問題VBA要怎麼寫 他才剛剛好 可以做到我們要的效果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的話 記得喔 這邊是E-Day 然後向右拉 再來的話 A2 先A2加1 向下向右 然後利用Math喔 這邊這個地方的Math是 上面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日期 跟他加一天之後一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就空的 反制就A2加1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剛剛我講的部分 先試做出來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